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说 要不是因为前任家里穷 负担不起两个人结婚的费用 再加上年纪大了 父母催得急 她才不会选择像我这样一个毫无浪漫情调的土老貌 除了有钱 一无是处 她说 自己因为订婚的日子越来越近 已经患上了焦虑症 整天一泪洗面 又是思念前任 又怕对不起我 活得很煎熬 她还说 就在两个月前 前任和她重新嫁回好友 两个人偷偷见了面 一见面就抱头痛哭 情到深处还发生关系 帖子的最后写着 怎么办 我好纠结 我真的不想跟我男朋友订婚了 我想我前任在一起 你们不是说女孩子要勇敢吗 你们可以支持我的决定吗 这篇帖子的浏览量直接破万 底下的评论也有数千条 大多数都是不理解女朋友脑回路 并且劝她好好跟我订婚过日子 当然 偶尔也会出现几条长屏 共情她的处境 对于支持她的评论 女朋友通通点了赞 其中有一条评论被女朋友直接置顶 刚翻了博主的几篇帖子 我只能说博主的现任真的很一言难尽 点赞数最高 下面跟的评论几乎都是支持女朋友勇敢追爱的 对我的评论只有四个字 人丑钱多 我翻到评论只录的帖子 上面po了三张照片 第一张是她的前任 高大帅气 身材练得很好 一看就是女孩子们喜欢的类型 紧跟其后的是我的照片 我穿着睡衣 坐在沙发上刷手机 头发乱得像鸡窝 胡子也是好几天眉瓜 两颊青灰色一片 我仔细回忆 终于想起来 那天我刚结束一个项目 加了两天两夜班 才得空回家睡觉 最后一张是女朋友的自拍照 妆容精致 紧身裙凸显曼妙身材 手里的包包价值不菲 这些都是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铁文只有两句话 前男友vs现男友 落差真的好大 现男友的这张脸 真的让我这个严控下不了嘴 哭唧唧 底下的评论聊聊数条 从时间上来看都是从原铁过来的 你前男友帅归帅 可她没钱啊 连婚都结不了 你怎么还能想着她 六啊 大姐 你这绝对是吃着锅里的 看着碗里的 照这两篇帖子看 这博主就是纯败金女 舍不得现男友的钱 这现男友真的有点下不去嘴呀 博主你到底在想什么 想什么 当然是在想钱啊 我把女朋友某书上的每一篇帖子 都看了一点 只有这一篇帖子 浏览量最高 评论也是最多的 上面的每一字每一句 都被我截图保存下来 甚至是下面的评论我也不放过 尤其是女朋友点赞的那几条 一开始看到帖子我是愤怒的 我跟女朋友交往一年 她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甚至因为她的一句 今年想在邓记穿菜过生日 我就会放下工作连夜飞香港 但看着看着 我就变得一场冷静 我爱她 但还没到心甘情愿戴绿帽的地步 我翻到微信 把自己和女朋友之间的聊天记录保存下来 尤其是因为她的一句婚前焦虑 而发在某宝上的大额转账记录 几乎每笔都超过三千 最多的一次直接赚了两万五 收集完这些证据 我给爸妈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们订婚仪式取消 爸妈问我原因 我只说以后有机会 再给他们一一解释 挂了电话 我又给他们订了两张飞海南的机票 时间就在后天上午 通知完一圈人 只有江月和她的家人 对我排除在外 江月就是我交往一年的女朋友 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是在健身房 她正在给办卡的顾客介绍着每一样器械的使用方法 我在跑步机上听得一清二楚 当下就对她一见钟情 后来穷追不舍三个月 她才点头答应 我怎么都想不到 这么温柔善良的江月 私下里竟会这么浪荡 她在我面前表现的人畜无害 对我爸妈更像是亲女儿 我对她掏心掏肺 竟被她在帖子里描述成 没人要的中年油腻男 既然她对前任念念不忘 那我就放手给她自由 让她追求所谓的爱情 不过 有一点江月说对了 我有钱 我不但能给她想要的五十万彩礼 甚至还能担负他们一家四口的吃穿用度 第二天 我开车带着江月来到机场 江月爸妈以及她的弟弟 江晨已经等了半个多小时 一见面 江晨就让我给她买最新款游戏机 我笑笑答应了 小张啊 我们家江月可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 我们老两口培养她 可不容易呀 回酒店的路上 江月爸妈不停地敲打我 江月坐在副驾也不说话 手机里趴拉 不知道在跟谁聊天 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 我爸妈昨天还跟我说 二十万彩礼少了点 怕委屈月月 明天我们家直接拿五十万交给你们 江月爸妈一听这话 笑得合不拢嘴 一个劲夸奖 江月有本事 给他们找了个好女婿 可他们不知道 别说五十万了 明天我连五块钱都不会给他们 俗话说 做戏做全套 我把他们送到本事最好的酒店办理入住 之后又带着一家人来到商场购物 江月他妈的胃口可不小 走到卖金式的砖柜 就两眼放光 阿姨 您看中哪个就试试 江月他妈一听 也是不好意思 不用不用 我们地里干活 带不了这么金贵的 话是说的好听 眼睛可是一刻都不离 阿姨 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不买了 江月他妈的笑容 一下子僵在脸上 你怎么回事 一点都不给我爸妈面子 江月忍不住埋怨我 月月 你别生气呀 明天订完婚 你拿彩礼钱 给咱妈买个更大的 江月一想到 明天就有五十万 也就不生气了 吃饭的时候 不停地替我说好话 哄得他爸妈高兴得不得了 下午 我又带着他们 来到一处新开的楼盘 叔叔阿姨 我和月月商量过了 等我们结了婚 就给你们买套房 你们就带着晨晨住过来 小超阿 这太破费了 买房子就不用了 再说 晨晨的学籍 还在老家呢 叔叔 你们就安心看房子 至于晨晨的学籍 更好办了 我叔叔是 第一小学的校长 等你们安定下来 一切都好说的 话都说到这个分上了 他爸妈终于安心地 跟着寿楼小妹 看起了房子 很快就选定了一套 三居室 坐南朝北 室野开阔 就在我要交钱的档口 好兄弟成辉 急匆匆跑过来了 超哥 你过来看房子 也不提前跟我说 不把我当兄弟哦 成辉 好久不见啊 这是你家楼盘 成辉点点头 视线在我身后的 一家四口身上 转来转去 哦 他们是月月父母和弟弟 我这不是想着 等结婚了再买套房 把老人家接过来住 原来如此 超哥你放心 钱的是我能做主 我给你们办手续 一来一回间 江月父母更加确信了 我会给他们买房的事实 二十万订金一交 老两口的嘴角就没下来过 终于 订婚的日子如期而至 我借口要给江月一个惊喜 让成辉开车 把人送到酒店 他在包厢里 陪着江月一家人 坐到九点半 才找了个话口离开了 等他一走 我的手机就接到 好几个江月打来的电话 见我没接 他又开始微信轰炸 一开始语气温柔 老公 你怎么还没来啊 我都等你好久了 可爱的表情包后面 还跟着一张自拍 妆发齐全 确实美得很动人 可惜今时不同往日 要是没看到帖子 我会立马飞奔向他 但现在我只觉得恶心 又过了一会 江月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老公 你是不是堵车了 你要是再不来找我 我可就生气了 对此 我无动于衷 还好心情地看起了 过几天飞 哈尔滨的机票 我知道 江月联系不到 我必然会联系我爸妈 不过无所谓 我爸妈这时候 正在飞机上呢 这些都是 我对江月的抱负 一想到这一年来 我对她言听计从 全心全意为她付出 就觉得自己是个傻逼 这些报复手段 比起她对我的背叛 不过是毛毛雨 一直到下午 江月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 张超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不想 娶我为什么不好好说清楚 非要用这种方式对我 你别以为逃避有用 你跟我说话 我只回了几个字 江月 分手吧 对面半天没动静 只有微信显示 对方正在输入 我都能想象 得到江月 一边骂我一边 写小作文 挽留我的样子 果然 没一会江月的 小作文出炉了 洋洋洒洒 几百字 几乎都是 对我的控诉和谩骂 我没回复 自顾自看着电视节目 两分钟以后 江月终于举白旗投降 张超 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你说出来 我敢还不行吗 这种话他以前从没说过 可现在太晚了 我已经不需要了 超哥来家里喝酒 成辉是唯一一个 知道事情来龙去脉的人 他直接喊了狐朋狗友 在家里开派对 一见到我 全都拎着酒瓶 见兮兮的贴上来 超哥 你怎么突然就不结婚了 就是啊 我可是天天盼着喝你的喜酒 结果等了一场空 你们懂什么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要是超哥真结婚了 以后谁还带我们吃喝玩乐 就是 还是单身好啊 单身多自由 你想去哪就去哪 都没人管你 一群人你一句我一言 叽叽喳喳吵个不停 我喝了口酒 懒懒地回了一句 不想结就不结了 哪有这么多理由 超哥 你这突然不订婚了 那之前给的彩礼 一个好兄弟 突然想起这件事 忙不迭地问我 五十万 本来是今天订婚时候拿出来的 这不是没订成吗 说完 大家又笑成一团 这时 我的电话响了 一看 是小区物业打来的 喊我回家看看 我跟兄弟们打了声招呼 就想走 乃至他们不放心 怕我出事 非要跟我一起去看看 等我们匆匆忙忙赶回去 就看到小区门口围了一堆人 江月和他爸妈找上门来了 你们说说看 这件事还有没有王法了 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我们家月月开开心心跟人订婚 结果被人放了鸽子 现在是连家都进不去了 真是可怜啊 你们倒是平平礼 这都是什么事啊 拨开人群一看 江月他妈坐在地上哭天喊地 江月坐在花坛上垂着脑袋 围观的人指指点点 有个大妈上前问了一嘴 你们家闺女订婚的是谁啊 我给你们打听打听去 听到这话 他妈更来劲了 就酒壮的张超 你们知道吧 跟我女儿谈了一年多 连了订婚的人都不知道 在哪里鬼混 你们是不知道啊 当初我家就不同意 是她非要娶我女儿 现在好了 我们同意了她 倒是后悔了 这是传出去 我们家还要不要凉哦 这是确实是南方不地道 那你们也该跟南方好好说 这么堵在小区门口 不好吧 有人看不下去了 出来劝解 哎呦大姐 你说这话要有良心啊 这哪是我们堵在小区门口 张超这小子不地道 连门锁密码都给换了 我们也是没办法呀 这番话一出来 又引得围观人群一阵同情 戏到了这个份上 我这个主角再不出场 可就不好看了 叔叔阿姨 你们要真想知道为什么 与其问问我 倒不如问问你们的宝贝女儿 做了什么 看我来了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江月也抬头看我 她现在还不确定 我这句话的意思 眼里满是不解 她妈倒是追问起来 小张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家江月 哪里对不起你了 其他人也是一头雾水的 看着我 我把视线 从他们的脸上 移到江月脸上 清了清嗓子开口 江月我们也算是相爱一场 我也不想弄得太难看 你想让我说 还是你来跟你爸妈解释 江月的脸上闪过一丝心虚 但她仍然觉得 我不会上某书看她的帖子 她昂着脑袋 一脸无辜且坚定地开口 没有 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你不想订婚就直说 没必要给我泼脏水 我无奈叹气 只好从公文包里 掏出一叠证据 交给江月爸妈 她爸妈一张一张翻过去 脸色从青到黑 啪 他爸一个上前 拎着江月的衣领 就是一巴掌 一个丢脸玩意 老江家的脸面 全都让你给丢完了 江月捂着脸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爸 眼眶通红 爸 你凭什么打我 明明错的不是我 要退婚的也不是我 江月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他爸已经气昏了头 根本顾不上面子问题 直接把一叠纸 扔在江月脸上 像是满天星 撒了一地 最显眼的就是 江月和前任拥吻的 高清无码照片 瞬间 舆论逆转 哎呦大姐 袁老师 你们家姑娘做事不地道啊 这都跟人小伙订婚了 怎么还整这一处 是喽 幸好人小伙有证据 要不然大家差点都冤枉 小伙了 他妈脸一红 拉着江月的手 就往外面走 看什么看 你个死妮子 脸都被你丢尽了 以后别叫我们爸妈 我看以后谁还敢要你 你弟的房子就这么没了 你个死货 眼瞧着热闹结束 围观群众也都散了 只是大家看我的眼神里 多了些怜悯 成辉看热闹不嫌是大 超哥 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呀 去你的 我要想不开我的公司 你给我管 一群人嘻嘻哈哈 十分默契地 把地上的纸捡了起来 我原本以为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没想到刚过一个月 江月就在朋友圈官宣了恋情 照片中的男的我认识 叫赵明 也是我们这个圈的 只是交际不深 本来我也不在意 毕竟我跟江月已经分手 谁知隔了几分钟 赵明给我发消息了 超哥 这周我生日 想邀请你来参加party 地点在盛世豪亭大酒店 我没马上回复 转头跟程辉几个一合计 决定会一会这场鸿门宴 与此同时 妹妹在微信上 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江月的前任 正贴着一个女生 练斯密斯深蹲 她告诉我 她叫刘雨 是健身房教练 靠着甜言蜜语 哄骗了不少女会员格 要不要我替你盯着她 自从知道江月出轨以后 她的一颗八卦之魂 就燃烧起来了 我回了个好 直接给她转了十万块 让她过一过侦探的瘾 不过 查事情还是需要专业的侦探 我花重金 请了个私家侦探 老陆盯紧赵明的一举意 很快到了赵明生日当天 酒店大堂里 赫然立着一张一拉宝 上面是赵明搂着江月的情侣海报 上书 祝亲爱的赵公子 生日快乐 署名 爱你的月月 这驾驶简直比隔壁包厢结婚的派头还足 进了包厢 赵明起身给我打了个招呼 抄哥 感谢捧场 快做快做 江月不屑地腻了我一眼 毕竟在她眼里 我不过是有点小钱 自然是比不上家里开公司的赵明 她不知道的是我家不但有公司 就连这家酒楼也是我爸妈投资的 我坐下一看 今天来的几乎都是老熟人 赵明 生日快乐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宴席刚开 江月迫不及待地拿出礼物 往赵明怀里一塞 拆开一看 是只做工精致的怀表 赵明喜形于色 搂着江月巴基就是一口 我俯而苦笑 这么明目张胆的秀恩爱 不就是给我看的吗 不过我很好奇 我和江月的事 几乎在整个圈子传遍了 赵明怎么还会接受江月呢 不过想着想着 我就明白了 只见江月柔弱无骨地靠着赵明 白花花地大半个胸脯压着她的手臂 就算是柳夏慧来了 也该心愿一马 大家看他们旁若无人的秀恩爱 一时间都觉得有些尴尬 只能埋头喝酒吃饭 赵公子 我看你们这么恩爱 应该好事将近了吧 我半开玩笑地问 赵明一脸幸福 下个月十五 你们可一定要来呀 我点点头 那是一定 记得给我发情帖 一听我这话 江月脸上的笑容一致 可她又不能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 把头靠在赵明的肩上 含情默默地看着她 赵公子 这可不像你呀 怎么这么早就定下来了 这不是要做爸爸了吗 赵明搂着江月 加了口蔬菜 喂到她的嘴里 此话一出 大家瞬间沉默了 陈辉坐我旁边 偷偷给我递个颜色 我摇摇头 算上江月出轨的那段时间 我已经两个月没碰过她了 每次想要办点事 总是被她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 次数久了 兴致也就消磨了 再算算时间 这孩子多半是流雨的 就是不知道 江月用了什么手段 让赵明以为孩子是她的 不过这是也不在我的管辖范围内 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 看着焦滴滴挂在赵明身上的江月 我又想起流雨来 这两人也算绝配 一个给我戴绿帽 一个差点让我成了接盘侠 这笔账是时候算一算了 酒过三巡 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 赵明起身想结账 被我拦下 服务员 让你们经理过来一趟 服务员不认识我 一看桌上的菜品 立马把经理叫了进来 张经理 今天这顿饭 借我账上 好的少爷 张经理一走 所有人围上来问东问西 我爸妈投资的酒楼 以后大家来吃饭 记得报名字 江月脸色发黑 都快跟大理事桌面有的一拼 接下来几天 难得清静 妹妹时不时跟我汇报一下 刘雨的近况 自从她拿钱买了私教课 刘雨就一门心思攻略妹妹 不是约她吃饭 就是约她看电影 妹妹严格贯彻三部政策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我看她乐在其中 就让她把江月怀孕的消息 透露给赵明 妹妹兴冲冲地领了任务 她在和刘雨训练的时候 拿出了江月的照片 拍在桌面上 刘雨你看 这是我姨姐妹 长得很漂亮吧 她呀马上要嫁入豪门了 据说南方给她 买了一支大钻戒呢 真是羡慕死我了 刘雨脸色微变 倒也没说什么 直到妹妹说了句 哎 可惜我姐妹怀孕了 要不然按照她的性格 是绝对不可能 嫁给一个 刚认识一个月的男人 再说了 这男人除了有钱 还没你帅呢 刘雨彻底绷不住了 手一松 妹妹差点被哑铃压断手臂 等妹妹走了 刘雨立马坐进车里 给江月夺命连环 凯尔起先江月没接 一直到第二十通电话 拨过去 那头才传来声音 江月 老地方见 如果你不来 我就把我们俩的亲密照片散出去 刘雨说的老地方 是她在酒店常租的套房 老陆还是有本事的 花点钱打通关系 监控设备就到位了 没过两天 老陆给我发来了一段 刘雨和江月吵架的音频 江月 孩子是不是我的 是你的又怎么样 江月 我绝不允许我的孩子叫别人爸爸 刘雨 你别怪我说话难听 你又没钱 我不嫁给别人 难道跟着你吃苦 刘雨被她的话戳了心窝子 短暂的沉默以后 刘雨再度开口 江月 你要结婚我不拦着你 但这个孩子也有我的份 要么你让你老公给我换个体面的工作 要么你给我十万块钱了断这件事 刘雨 你怎么这么无耻 江月说了这么多话 难得有一句我是认同的 无耻就无耻 你要是不答应我 别忘了我们可是有一段情的 你总不想让你老公 看到我们的照片或者视频吧 行 你最好说到做到 江月选择了十万 可她不会想到 有些是有了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人的贪欲是无止尽的 她将永远生活在 刘雨的威胁之下 我暗自庆幸 还好妹妹刷到了 江月出轨的帖子 要不然 被人敲诈勒索的冤大头 就成我了 只不过 赵明虽然跟我交情不深 但我也实在不忍心 让她当了接盘侠 赵明 你真的要跟江月结婚 想来想去 我还是决定给赵明一个提醒 是啊 超哥 月月都怀了我的孩子 不结婚总归不好 赵明 你知不知道 我和江月的事 我问得小心翼翼 赵明的微信 隔了好久 才有消息发过来 超哥 你跟月月 已经是过去式了 我相信 月月不会骗我 赵明都这么说了 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尊重祝福 很快我就收到了 赵明发来的结婚喜帖 这一回 江月倒是挺安分 没像之前那样 在网上大张旗鼓 大概是肚子大了 也怕引起 有心人的怀疑 只要她不作妖 我就安心看戏 婚礼当天 我和兄弟们坐在一起 这段时间 老陆给我提供了好几段音频 都是刘宇和江月 见面时候录下的 从内容上来分析 江月前前后后 转给刘宇的钱 已经超过十万 并且还有持续上升的趋势 眼瞅着快到及时 可新郎迟迟没有出现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时 妹妹给我发了条语音 哥 你快来大厅 出事了 我和兄弟们互看一眼 连忙往外跑 大厅里站着两男三女 妹妹站在一旁 兴奋地朝我挥手 我一看 原来是有人带着刘宇找上门来了 女孩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身上穿的都是牌子货 手里的包至少要十万 刘宇 她就是天天顶你转钱的人吧 女孩上下打量着江月 一脸不屑 开口就是嘲讽 都是要结婚的人了 怎么还想着外面的野男人呢 姐姐 你就这么饥渴 一听这话 江月的脸瞬间雪白 赵明刚想开口 又被女孩对了回去 还有你 能不能管管你老婆 有意思吗 天天跟别人的男朋友开房 管不住就不要结婚啊 你 你什么意思 没证据 我是可以告你诽谤的 江月总算硬气一回 不过她的硬气用错了地方 至少我的手里 就有好几张照片 好几段音频 可以证明女孩说的一切 证据 可笑 没有证据我会来找你 女孩从包里摸出一枚优盘 很显然 她是做足了功课来的 江月的脸白了又白 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她用祈求的目光看着刘宇 其实 就算江月不求着 刘宇也是要出手的 毕竟她的孩子 还要利用赵家的资源 瑶瑶 别闹了 刘宇伸手去抢优盘 女孩一点也不触 一个闪身躲开了 身前没了障碍 刘宇直直地往江月身上撞去 赵明伸手敏捷 把呆愣的江月往身边一带 在惯性的作用下 刘宇摔了个狗吃屎 很快 几个黑衣保镖冲进来 把地上的刘宇 按得死死的 赵明 我也没别的意思 今天来呢 就是奉劝你 不要随随便便 找个女人就结婚 要不然被人戴了绿帽 坐了接盘侠都不知道 小姑娘摆幽盘 放进赵明上衣的口袋 丢下忠告 转身潇洒离开 哥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是谁 她是刘宇的另一个女朋友 还是个小富婆哦 原来刘宇玩得这么开 一边怂恿江月 从赵明手里要钱 一边又用要来的钱 装大款勾搭小姑娘 本来刘宇的目标是妹妹 可惜妹妹 是第一个知道她真面目的人 只管吊着她的胃口 绝不给半点甜头 时间一久 刘宇察觉出妹妹的意思 转头追起了另一个小姑娘 妹妹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刘宇 她用小号加了小姑娘的微信 把这段时间 自己和刘宇之间的聊天记录 转账记录 全都发了过去 小姑娘一下子警觉起来 花钱找了个私家侦探 把刘宇和江月的事情 查了个底朝天 一直等到今天 手上的证据终于派上作用 她要的就是让刘宇和江月 这对渣男贱女社会性死亡 经此一闹 婚礼算是办不下去了 赵明父母听到动静赶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本来就不满意赵明和江月的婚事 现在有了小姑娘的证据 直接在台上宣布婚礼取消 酒席照旧 分子前走之前全都退还 有了这话来参加婚礼的宾客 全都做了回去 吃吃喝喝 还有八卦可聊 别提多开心了 至于后来的事情 我都是听妹妹和成辉说的 那时我在国外进修 对他们几个人的结局 一点都不感兴趣 奈何这两人的嘴巴巴巴巴 说个不停 那天以后 江月就消失了 毕竟两次被人退婚 还都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脸皮在后的人 也是没脸呆下去的 走到哪都会被人唾弃 只有刘宇 她的归宿只有一处 就是监狱 老陆把手上的证据 全部会总交给妹妹 妹妹把他们交给警察 成了定罪刘宇的关键性证据 由于数额巨大 手段恶劣 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至于赵明 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 重新回到了社交圈 这段感情与她而言 不过是用来彰显自己经历足够多的谈资罢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